大家好,我是光蟲團隊的Sean 今天要介紹的是兩樣我們新的產品 他分別是用這個銅去做出來的一個毛刷 那這一個呢是我們的金屬閃亮拋光刷 然後另外一個產品叫做柱粉 就是石膏縫細縫清潔刷 那他們兩個在製作的過程呢 因為現鏡的不一樣 所以有不同的柔軟度 像你看這個閃亮清潔刷 它非常的軟 有沒有,非常的軟 那另外一個這個柱粉的細縫清潔刷就比較硬 所以它應用的地方不太一樣 待會透過我們的影片 我直接示範給你看他們實際的使用在我們產品上面的效果 好,首先呢我們來介紹的是我們這個金屬閃亮拋光刷 那它的用法很簡單 只要是黃金啊,銀啊,像這邊還有銅啊 只要金屬的表面啊 你想要讓它稍微有點光度 就是有點近度 不管它什麼狀態呢 都可以拿它來做一個刷洗 它會打出一個亮度出來 那用法很簡單 我這邊是放了一點點我們的金鹽劑在這個 這盆水裡面 那你就把你的 不管,像我這邊拿的是一個銀幣 那我們就沾一點點這個肥皂水 就刷 好,基本上它毛很軟 所以不會對你的那個手有傷害 那如果你有擔心的話,你可以帶給它 好 刷一下之後呢 把它泡個水 把它擦乾了 你看,很快它就亮了有沒有 很快就亮了 這是還沒有刷之前 這是刷了之後 整個亮度就出來了 那我刷的時間越長呢 它的亮度會越高 甚至呢,它不只用在銀 你看我剛才刷這個銅 對不對 銅,有沒有 亮度也跑出來了 這是原本沒刷,這是刷洗的 那再來這個錢幣 錢幣的部分,你看 這個是沒有刷,這是刷洗的 所以很多時候你不一定要去拋光它 像我這個是有紋路的 我拋光會把它抹掉 我可以用這種金屬刷去刷 讓它有一個微亮的感覺就夠了 我也不用到用到拋光機 我可以直接用這個刷子直接刷 所以效果就會呈現出一點亮度 但是不會去破壞它本身表面的這些紋路 這是我們這個金屬閃亮拋光刷 一個好用的地方 好,接下來要介紹的是我們這個 鑄粉的細縫清界刷 那,它很簡單 就是我們在拖拉鑄造之後的一顆鑄造樹 如果你很多細縫的地方 都有殘留這種石膏 像是白金的鑄造 那我們就可以用這個刷子呢 快速的去刷洗它 把上面殘留的石膏呢 再藉由刷洗的過程一併清除 但在同時 因為它表面的這個刷子的那個粗度 就是它的硬度比較高 所以呢,你也可以在刷洗的同時呢 稍微的把表面的氧化殼 我一併的把它給刷洗掉 等於是說 你看喔 當我刷完的時候呢 它會有一點點的微亮的亮度出來 這個是都沒刷的 這是都沒刷的 它是黑黑的 那我刷過以後它的亮度 黃銅原本的顏色就跑出來 所以這就是表示它氧化成已經被我破掉了 那我就可以直接剪下來 可能也不用再打持針 就可以直接去做一個後續的刨光處理 就這樣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這個 鑄粉的一個細縫清潔刷